新北市新店的清潭國小 在周邊的人行道上 有六棵樹林約六十七歲的麵包樹 當地居民是認為這造成了行走困難 竟然要被迫走到馬路上 所以就引發了是不是要移植的討論 不過護術團體是希望學校的圍牆 可以內縮 讓老樹可以原地保留 民意代表在今天也前往現場會看 居民和護術團體 因為老樹造成人行道空間不足 吵得不可開交 這一整排六棵樹林約六十七歲的麵包樹 長在人行道上 不少居民認為行走困難 嬰兒車也很難通行 只能走在一旁停放機車的道路上 不安全下認為應該要移植安置 這邊其實上下班的時間車子很多 那邊根本連走都不能走 那我推車只能推這邊 讓他去告更好的地方 來做一個生長的動作 其實這是對地方 對小朋友上下學 包括我們的老人行走 包括人行道的交通安全問題 都是一個雙贏 護術團體則表示 依照文史資料 這些老樹是首任校長和楊森將軍 募款籌建校舍時種植的 希望學校的圍牆內縮 讓老樹原地保留 人數共生 學校老師則認為圍牆內縮會影響到學生運動的空間 面對各方意見 民意代表二九號召集中央和地方單位進行現場會刊 希望能在附近的一處空間興建複合式停車大樓融納這些停放的機車讓當地空間使用找到更多雙贏的可能 記者 陳嘉欣 謝正寧 新美視報導